接下来我们用可汉学院这个题库 来做一些练习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开始进入大学一样 觉得哇看到这么多英文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建立概念就是 不需要每个字都看懂来做题目 你只要大概知道一点点方向 可以查几个关键字 那就可以来处理题目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做任何东西 都是没有准备好的一刻 永远都没有准备好一刻 我们需要的是怎样 永远可以上场的能力 当然上场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不出来 那这时候再去找资料 这种能力是很重要的 那我录影片的过程也是这样子 我并不是说我已经汇了很多东西 在开始录影片 那我是怎样 在录影片过程里面开始去找很多资料 然后才渐渐把这些东西伸出来 那以这一节来说呢 最重要的关键字 就是这个 siccline siccline就是隔线 那还有slope是斜律 这两个要先很清楚的掌握到 那接着呢 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先抓一下 这里的主词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水 水 它怎样 它一开始从500 看起来500加轮变成0 经过了这个20分钟 所以这个关键就要先抓到 它是在20分钟里面 从500变成0 那在这个数据表格里面 你就要进一步的看 看到一些数字摆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去看它的关系 去看它的变化 以时间来说它是怎样 04 80 26 24 所以它是每4分钟 每4分钟量一次 然后呢 水的变化是什么 水的变化是就是从 一开始少180 接下来少140 少100 少60 少20 所以水的变化量 它是一开始变化的比较大 对 水多的时候变化比较大 水少的时候变化比较满 这样子也符合我们的经验感觉 因为越多水的时候 感觉应该是 那种水压比较大 漏的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所以 就是表格要这样看 那另外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说 其实真实世界 我们可以拿到的资料 就是像这种表格 真实世界拿到资料 就是一个离善的资料 那可是我们透过这离善的资料 想要去连 回推这连续的世界 因为若是为的过程 应该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 维基奔的一个重点 对 虽然我们可以拿到的是离善资料 但是我们先把它假想的是一个联系世界 连续世界实际上是比较好做一些分析 不过那些连续世界的思维 都跟我们做离善世界 有点像 这方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体它叫我们算什么呢 对 它叫我们算这个 变化率 rate of change就是变化率 变化率 谁的变化率呢 谁跟时间 这Vt跟t的变化率 所以变化率就是 我们去看 经过了多少时间 然后看它水改变了多少 那变化率的话呢 当然就是要起点跟终点 所以起点就是从这12、80 那终点就是它这边会有 开始有不同的4、80、6、20 所以以这个为基准量 它去看变化率 所以一开始第一个就是怎样 4到12 所以这经过了8分钟 那下降了怎样 下降了240 所以第一个变化率就是-30 那第二个 8到12分钟 经过4分钟下降100 那变化率就是-25 那12到16呢 那也是一样 就是60这里除以4 那就-15 那12到20 就是8跟-80 这个就是-40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怎样 这个算出来的数据 符合我们刚刚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开始下降比较快 然后来平均变化率到越后期 下降会越来越慢 所以算到数据之后 都要回推我们的经验感觉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样子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在 就是说 这个东西对人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不是很好阅读 如果把它想成一个 就我们就感觉 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图像 其实人事实上是比较好阅读的 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这个东西呢 看到这里面 我们真正人在处理上 心底上处理上 我们事实上是 想要把它转成这个图像 当然就比较清楚明白 他说 看成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到 这里下降很大 后来下降很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事实上一开始 变化比较大 后来变化比较少 有着这样子之后呢 连续的世界在哪边呢 我们大概也可以比较好猜出来 这里看起来好像 有一条曲线 有一条曲线 所以我这里就想要 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表格的东西 表格的东西是给人看的 机器是在看表格 人是在看图像 这两个的差别要抓到 就是说 这是一个 机器是看表格 人是要来看这种图像的部分 人是在看图像的部分 这题他想要算的 其实就是什么呢 想要算的就是 P跟Q 其他点的斜率 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就比较陡 后来有点比较缓的感觉 所以在这边里面 整个数据在图像的 出现的概念 当然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说 它如果是连续 它应该不会是 突然一瞬间都掉到这边 它应该会有 一个曲线 这样子变 感觉上应该是有一个曲线 这样子连的 这样子连 那这个曲线呢 对 那这个曲线怎么算 我们就让大家再回想一下 就是说 我大概要怎么样找一个曲线 能够满足这五个点 因为这些点里面一开始有一些设计过 所以我可以可以看比较快一点点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 每个都差四 但180140140 这里好像就少40 所以这是一个 有这种结构的 会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二次的结构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不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再想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就会是一个二次的结构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再讲几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变化之后 我们要关心的是那个变化的趋势 就是说这变化呢 对要关心这变化的趋势是如何 另外一个 就是说对如何找曲线 这就是让大家在后面再自己想看看的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节的重点 这一节重点一开始就是 这两个字 second line跟slope 就是要先清楚 那我们要算的这个就是割线斜率 其实是计算方法很简单 就是看你 到底是时间 然后时间的变化量 然后跟那个水的变化量 那比较重要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心得 就是说 史诗纪的诗纪就是一个离散资料 对 人在阅读的时候 尽量把它用成图像比较好思考 对 那图像之后 我们真的才有一个连续的感觉 可以出现 关于这几题的介绍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是希望 之后大家在做任何问题的时候 不是要只把答案算出来 你看到算出答案之后 要多想一下 多想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